适逢气暴发生10周年 市长陈其迈前往2015年 全力24小时全天监控的管线安全办公室OPS视察 实地了解OPS人员接获通报 立即透过投资系统查询相关位置以利应变 此外 市府也制定既有工业管线相关管理条例 要求业者除了定期查核也需提报违运状况 要求工业管线业者他们必须要自主做好自己的管线安全 那当然我们会要求他们 譬如说在每年的10月31号以前 要提出下一个年度的他们要去怎么维护自己的管线 要怎么样去控管自己的管线 那这些相关的处理计划要送给进发局这边核备 那另外在就是次年的1月31号以前 要把前一个年度的检测结果还有成果计划送给我们备查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要管线业者必须要负起 对于自己输送这些管线安全的自己管控 因应AI时代 市府经发局也建置全市既有工业管线 3D路径数据投资系统除了供OPS人员查核监控 相关资讯也公开让民众依据门牌号码上网查询 同时对于地震发生后管线安全 经发局也要求业者务必落实管理 民众可以就自己的门牌号码或者是路口 他可以上我们的投资系统上面去 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底下有没有管线 不管是工业管线或者是瓦斯管线 那他的管线里面是输送什么样的原料 在投资系统上面都可以一览无遗 那让民众了解 就是政府在资讯公开上面是完全透明的 那另外就是业者上面我们也要求他们 他们每天都必须要对这些管线去做巡检 那另外因为我们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 所以我们在地震的发生也建立了一些检测机制 那包含假设地震的强度超过二级 那我们会要求业者马上去检视 他们的管线输送状况是不是是OK的 那另外如果超过四级的话 那就必须要马上进行人工巡检 然后定时回报给金发局这边 确认管线输送的安全性 市府也将配合亚湾区的开发 尽量减少既有工业管线数量 或迁离人口稠密区域 加上持续监控 要避免气暴悲剧再度重演 记者银积分采访报道